这几年来中国的发展是越来越快速了,国内不同的领域都在提高,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 但是在我国以前的时候,和其他国家合作中,特谓是越人宰割,没有话语权,其中当时我国在大科技方面的技术是机动缺乏的, 我国只能在美国博英和法国空客公司进口飞机,因此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大量的捞钱,并且中国都要向两家公司进口,这样还会两边都不得罪,因此中国就需要花大量的钱。 随着我国不断的发展,我国决定要自己研制民航科技,在近期我国成功的突破了世界技术的封锁,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大型民用科技C919,此次之后我国就不用再收入他国家的约束了。 但是其中在我国还没有研制出自己的飞机之前,我国已经和法国签订了1200亿的订单了,也是我国最后一次的海外客机订单了。 但是法国却多次阻扰中国,来获取更大的利益,因此我国决定要取消这次订单,事后法国还控诉中国毁人,称中国的C919只是摆设,没什么用。 其中中国网友称,谁先毁的欲,人们都了解法国以前在世行协议摆毁,法国这叫自作自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